第132章 省级飞船 河北号 在将这个女人的尸体妥善保存起来之后 萧羽紧急展开了生物科技的研究 生命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东西 萧羽并不奢望可以将这个女人复活 复活已经死亡的生命 这种技术不是萧羽可以掌握的 萧羽只是试图通过对人类大脑的研究 将这个女人大脑中的信息提取出来 有了这些信息 萧羽的许多疑惑 或许就可以得到解答了 但是这件事情 短时间之内并不能完成 萧羽只有专门划翻了一个实验室 慢慢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了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萧羽继续展开了对异兽血肉的研究 这块血肉 是萧羽的战利品 出生入死才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么一点 萧羽自然要想办法将其好好的利用起来 现在 萧羽所开展的 就是对这块血肉标本的强度实验 萧羽操纵着机器人 将这块充能之后 开始散发出深绿色光芒的血肉 运到了实验室这种 将其固定在标靶之上 操纵着一台机器人 拿着一把高射速机枪 开始对它射击 这是采用了最新电磁线权加速科技的机枪 它发射出的子弹 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一万多公里 单凭动能 它的子弹就可以穿透 厚大一米的特制钢板 这个标靶 就是由一米厚的钢板 制作而成的 机器人扣动了扳机 立刻一发高速子弹 从枪口射出 只花了极短的时间 就冲到了标靶之上 而这块钢板 被直接射传了 这个现象 有点出乎小语的预料啊 原本以为 这块血肉会表现出极其强悍的性能出来的 可是 不会吧 就怎么被击穿了 小语操纵着机器人走了过去 仔细地检查了起来 这一颗子弹 直接穿透了这块钢铁墙壁 然后在接触到船舱的墙壁之后 被能量护照给挡了下来 原来是这样 这块血肉的性能 还真的是强悍啊 看到了眼前现象的小语 由衷地感叹了起来 小语发现 并不是这块血肉被击穿了 而是那颗子弹带着它 直接穿透了厚度 达到一米的钢铁墙壁 从钢铁墙壁之后 又传了出来 小语将这块血肉 重新放到了显微镜之下 经过仔细的检查之后 小语得出了结论 那就是 在子弹的冲击之下 这块血肉没有出现 任何破损的迹象 甚至连细胞结构都没有被破坏 只不过 附加在它上面的能量 减少了一些 得出了实验数据之后 小语操作着那台机器人 换了一把高能激光手枪 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实验 实验的结果是 高能激光手枪长达十分钟的射击 依旧没有对它造成任何的破损 我还不信呢 这个时候 小语反而生出了一种 好胜的心思 于是小语将这块异兽血肉 直接扔进了核聚变反应炉之中 一个小时之后 才把它取出来 核聚变反应炉中的温度和压力 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就单以温度来说 没有任何小语已知的物质 可以在这样的温度之下 保持它的完整 可是这块血肉标本的强悍性能 再一次 挑战了小语的思维极限 小语将它放在了 核聚变反应炉之中 足足炙烤了一个小时 才将其取得出来 看着面前这块仍旧没有任何 破损迹象的异兽血肉 小语有种地赞叹了起来 不愧为可以在白矮心之上 都可以生存的强大生物 只有这样强悍的性能 才符合小语所设想中的样子 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之内 小语尝试了种种办法 却始终无法对这块血肉 造成任何的破损 综合了所有实验数据之后 小语有些无奈地得出了结论 这块材料的强度 未知 之所以是未知 是因为小语根本就找不到 破坏它的办法 也就无法得知 它的强度极限 不过想来 这块血肉充能之后的强度 应该和那艘古怪飞船的外壳 是差不多的 在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 小语又在这些手指的不同部位 取了许多标本 逐一展开了研究 在掌握了各个部位 不同材料的大致性能之后 小语的心中 一个计划 渐渐地出现了雏星 这些手指的总质量 达到了3.5亿吨 这么多东西 足够我建造出一支舰队来了 先建造一艘 五千万吨级的省级飞船出来 剩余的质量 再建造一些护航的市级飞船出来 还有县 乡 村级飞船 在小语的规划之中 这一支舰队将有 一万艘村级飞船 三千艘乡级飞船 两百艘县级飞船 十五艘市级飞船 和一艘省级飞船构成 这些飞船 将全部采用一手手指上的材料 来作为框架 在耗费三个月的时间 做出了整体规划之后 小语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建造行动 在星空之中 由于资源限制 整支舰队不可能在这里建造完毕 但是通过拆卸其余的飞船 小语将有能力先将这艘省级飞船 给建造出来 与此同时 四进制计算机的研发工作 也出现了全面的突破 小语已经完成了低层硬件的构造 以及各种驱动程序 机器语言的编制工作 新式计算机应用以后 小语的计算力 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再增强最少20倍 小语将这支舰队中的线级飞船 改造成了制造工厂 将三艘市级飞船 石家庄号 廊坊号 和唐山号 改造成了总装车间 乡级和村级飞船 则担任起了运输任务 一共有500万台机器人 加入了这一次的建造工程之中 他们先将一手的手指分割开来 将各种不同用处的材料分门别类 在制造工厂之中 经过各种加工程序 将其加工程零件之后 运输到世级飞船之内 再进行拼装 然后再在太空之中 进行最后一步的组装工作 在厚妙的太空之中 萧宇的建造工程 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时间慢慢地过去 在20年之后 这艘省级飞船 已经出具出行了 因为体积太过庞大 没有任何飞船 可以装得下的缘故 这艘飞船是在太空之中 直接组装的 为此 萧宇先行建造了 数百个大型船物 一共建设之用 看着已经慢慢出现 雏形的庞大飞船 萧宇的心中 满是喜悦 只要能源充足 这艘飞船 就几乎是不可摧毁的 而且材料强度的提升 也意味着机动性能的提升 这艘飞船 将拥有不下于 村级飞船的灵活性 当然 为了拥有和村级飞船同等 甚至超出的灵活性 这艘飞船 将会耗费更多的燃料 这是第一艘升级飞船 那么 去用我的家乡 为它命名吧 就叫它 河北号好了 小宇思考了一下 想出了一个名字 在河北号建成之后 体型将达到四千米 乘一千米 乘两百米 它上面装备了 几万门能量大炮 各种类型的激光炮 更是数不胜数 达到辆氢弹的储备总量 达到了三千万亿吨机 这些氢弹 在战时可以发射出去 当作武器 在燃料缺乏的时候 还可以将其拆卸 来当作飞船的燃料 河北号飞船 已经拥有了独立摧毁 一颗行星的能力 这对于小宇来说 是十分了不起的 一个技术飞跃 河北号飞船 已经是堡垒级的 战争利器了 在繁忙的建造工作之中 小宇距离自己的目标 天鹰三行系 越来越近 大概只剩下了 零点一光年 大概三年的航程 在这个距离之上 天鹰三已经成了 全天气最亮的 一颗星星 河北号的建设 也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飞船主体已经建造完毕 只要再铺设上 一些内部线路 完成一些仪器的安装 整艘飞船 就建好了 为了建造这艘 河北号飞船 小宇拆卸了 将近五千艘飞船 将这些材料 全部安装在了 河北号之上 河北号的总质量 达到了五千万吨 如果满载武器和燃料之后 它的质量将达到 八千万吨左右 总共有超过 三十万台机器人 担负着河北号的 日常维护工作 有超过三千亿个 纳米机器人 在其中服役 这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小宇建造出来的 最强力的战争堡垒 天鹰三 已经越来越近了 天鹰三横行系 有三颗行星 其中两颗是 大型七台行星 一颗是炎制行星 史社文明的母星 就是那颗炎制行星 小宇为这颗炎制行星 编号为一号 两颗七台行星 分别为二号和三号 天鹰三 是一颗青年时代的恒星 它的恒星活动并不强烈 所以日秋层顶 和恒星之间的距离 也比较接近 大概有150亿公里左右 现在的小宇 就处在这个位置 距离最外一颗 七台行星的距离 只剩下了90亿公里 距离它们的母星 则还有148亿公里 只剩下了大概 20天的航程 在这个距离之上 先行部队 终于和落在后面的 捕捉舰队回合了 四进制计算机 已经研制成功 在经过几年时间的测试之后 全面地投入了使用 河北号纸上的中央电脑 就是采用了 四进制的最新型的电脑 河北号纸上的中央电脑 计算了要比 小宇现在的旗舰 北京号上的中央电脑 强出20倍左右 开板架了 小宇满心细悦地想着 在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之后 小宇用无线电波 将自己从北京号 发送到了河北号之中 小宇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